好来看到日本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伤亡 华林市公所特别发起了募款赠灾的行动 两天的时间就募得了超过12万元的现金 将由公所转汇到卫生福利部的赠灾的专户 统一交由外交部作为援助日本赠灾之用 希望能够尽一点心力 帮助日本友人渡过难关 华林市公所同仁慷慨捐出善款 希望可以帮助日本能登地震的灾民 之前0202地震的时候也受了他们很多援助 而且我们之前公所其实也遇过 就是之前我们在311地震的时候 有捐一些钱物资给他们 特别有日本人来花莲旅游 说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行动 表达对我们的协议 我觉得他们一直记得人家对他们的帮助 让人觉得很感动这样子 所以这次我觉得只要他们有需要 我们就应该还是要帮他们这样子 华林之前也是有遭受到地震的波及 所以让我们知道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也知道 其实后续的灾难重新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捐出一点点薄薄的金钱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这样子 华林市公所上个星期五发起了 募款赠灾行动两天就募得超过12万元 市长魏家彦特别感谢同仁们的爱心 在上个礼拜五 那1月5号的时候 我们也跟公所的主秘 那所有主管们说 也希望大家能够捐出自己的一日捐 那也跟我们所有同仁说 如果能捐助 那我们来捐助来帮忙日本 那我想我们跟日本有非常多的一个 友好跟姐妹式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绵薄的一个力量 能够帮忙到我们日本的所有受灾的一个 受伤的一个家庭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帮助 能够让他们赶快恢复家园 12万1350元捐款 华联市公所将汇到卫生福利部赠灾专库 统一由外交部作为援助日本灾区的赠灾工作 提供急需的救援物资 还有协助灾民来复原 为爱祈福 日本加油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